6号占车买得很漂亮的保料 最后就变成了一个又一个专门的手补签头 这位帮忙占美典的是爱玲儿少关怀协会的志工 本身在家里在开着保时班 但是到家里等会来到家到三天 他带着小孩来趴着泰国的这位做小孩 虽然说年纪轻轻 但是自协会新年以来 家里就没有到校会来趴着拍过 他与大占车的志工是没有减 我们这个协会是台南市关田爱玲儿少关怀协会 最主要就是有我们一些东西庄旅居在外的子弟 大家在外面然后回馈我们的故乡 成立一个关怀小朋友的地方 另外有一些隔代家庭的孩子 或者说弱势家庭的小朋友 甚至于有一些父母亲 他可能在照顾孩子方面 比较不方便他可以带过来这边看看书 然后学一点才艺 在关田爱玲儿少关怀协会 英文就是客地的志工 还有九月的志工到三天 考虑英文就去 志工有我们在地志工 不管他们是来帮我们车拼布的 或者做一些杂事的 甚至有一些妈妈 他的孩子来这里上课 我们都会鼓励他也出来当志工 回馈一下 因为我们的小孩子 一些比较大的孩子 现在也都要六日出来值班当志工 越南市志工 尽管说刚才心里的两年我 但是协会用心和点点的经营 已经在当地人的心灵 小孩竟然在家庭上想要走来这 这年协会刚才有在义的客厅 可以参加 而且完全不用回馳我 想要来看书 最近协会又在每天 跟座这些单位的观景 只好心里的外头笑 家庭上开放民众做书用 第一个小小的图书越南市 这个是很多志工帮忙的 不管是捐赠书局的 麻豆陈又齐木光老师 真的很感谢他 他为我们制作的那些木桌椅 让小孩子可以有更舒适的环境来看书 当初这是一个简单的设法 不需要让当志工的孩子 自己无所调充气 更能学到东西 才会无聊爱玲 儿少关怀协会来出现 虽然说因为很辛苦 但是学会干部来说 为了孩子会继续坚持下去 两篇新闻 带一书看点菜风波的